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48年 也就是乾隆37年 乾隆下令天下读书人捐书 启动四部全书修典工程 一指捐书令快马加鞭 下到江南最有名的几户藏书人家 这天夜里 宁波范氏天一阁 范家八世孙 范茂柱正在发愁 天一阁历来有代不分书 书不出合的家训 对于范家子弟来说 每一本书都是不可轻易出让的珍宝 可是这一次讨上门来的 就是帝国至尊无上的乾隆皇帝 一番思虑之后 范范柱终于忍痛做出了决定 很快 宁波天一阁献上藏书641种 这个数量比四库全书总转观 继小安全的书还多出了一百多种 并且天一阁进城的藏书质量极高 其中有96种后来被收录进四库全书 377种列入存墓 乾隆也因此龙颜大运 下圣旨典典典典名表扬天一阁 浙江宁波府范茂柱家索禁之书最多 深可加上 而必以这支范氏天一阁为巨部 按照天子之前的承诺 范茂柱自然是获得了一笔奖赏 这其中包括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意大利画家朗世宁用铜板制作的 评定回复得胜图十六部 评定川普得胜图十二部 古今图书集成编自康熙时代 后二者则用以记录乾隆生平最得意的两件战功 把这三样宝物赐与范茂柱 除了表示乾隆的家许之意 也是在含蓄显示第一层的威 捐了六百多册书 换回三件皇家藏品 范茂柱的这桩生意到底做的划算还是不划算 这个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公元1781年 乾隆46年 四库全书历经十年终于修成 当目睹这一辉红巨著的人还在赞参不已的时候 乾隆宣布的另一个决定 再次显示出他的雄心与获利 立即开始四库全书的布置工作 由原班人马按照成书为半本 再抄写六部即刻启动 帝王一声令下 又是六年时光荣染 四库全书的修编工作正式全部完成 一共七部 每一部都装定成36300册 6752行 单部字数逼近十亿 乾隆38年的夏天 雨过天晴后的御书房外 知了又开始烦躁的叫个不停 此时御书房内的乾隆皇帝 看似也被这知了声搅得烦躁不安 在房内来回夺步 然而让乾隆皇帝真正心烦的 其实另有原因 摆在乾隆皇帝书桌上的一堆图纸 似乎倒出了某些原理 在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中 乾隆皇帝意识到 紫禁城里原有的几间藏书室 包括英殿 文华殿等 都将无法集中存放 这一部史无前例 卷置浩凡的大型存书 因此决定修建一间专有的藏书楼 作为四库全书的存放地 乾隆皇帝对这些提成上来的设计 并不十分满意 在乾隆皇帝心里 作为未存放四库全书而兴建的藏书楼 一定要有他的独到之处 乾隆皇帝希望四库全书 能随着大清的国运流传至千秋万代 因此 在为四库全书修建藏书楼时 他也希望这将是一座能抵御时间的堡垒 西部四库全书的保管与存放 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如何安置并促使这七件据点广为流传 以影响天下读书人的思想 乾隆皇帝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这一天 乾隆皇帝来的钦差大使 银柱捧着圣旨来到民国天一阁 银柱时任杭州制造 他死刑背负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使命 乾隆命他亲往天一阁 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和 详细寻查 抗其准样 开明仗尺承拦 在乾隆看来 范茂柱忠心耿耿 堪称民间藏书人的典范 而天一阁 纯用专皱 不为火灼 自乾隆相传至今 并无损坏 其法其经 至今两百余年无损 堪称藏书楼的典范 天一阁的创建人姓范明钦 明朝家境民间人 官至兵部又是郎 范钦地位显赫 又一生爱书 结甲返先后 范钦开始兴建自己的私家藏书楼 用以存放多年来搜集到的上万册藏书 因古代藏书最近火灾 因此范钦曲 一经中天一生水的典范 为藏书楼取名天一阁 此后天一阁多经战乱 虽两百余年仍保持完好 阁内藏书亦安然无恙 就这一点就已经大大地献上了 同样爱书无命的乾隆 奉旨查看的杭州制造银筑写下了这样的采访笔记 隔共六间 西偏一间安设楼梯 东偏一间已进墙壁 恐受湿气 并不注书 为居中三间排列大厨十口 内六厨前后有门 两面注书 一围可以透风 后列中厨二口 小厨二口 右膝一间排列中厨十二口 总计大小输出 共二十六口 银筑看到 天一阁上下共六开间的两层楼房中 只有楼上居中的一间大屋 用为藏书 书除都不靠墙 放置在屋子中间 楼房前后开窗 书除前后开门 以便通风 防止潮湿 天一阁从命名 到规制 到收藏 算是将防火的理念 与藏书的功能 体现得十分完美 银筑城上的图纸 描述 一应考察结果 令乾隆又满意又羡慕 赞叹道 金半四库全书 卷至浩凡 欲访其藏书之法 已垂久远 显龙三十九年 仿照天一阁的样式 皇帝下诏 开始兴建藏书楼 用于专注四库全书 天一阁由此 扬云天下 半世一族 亦得以光宗耀族 此时 距离第一部四库全书的 落成上了七年 乾隆运筹帷幄 对于如何编书 藏书 修中 早有修贺 最先修建的是文渊阁 位于紫禁城文华殿后方 这座楼阁 曾被名墨战母 烧毁 如今终于得以重建 而后 乾隆又下令在 圆明园 承德 壁蜀山庄 和沈阳 圣经行宫 分别修建 文园 文金 文宿 三格 至乾隆五十年 四份抄写装 广好的四库全书 分别藏入各自的藏书阁内 由于这四座藏书阁 都建在皇家建筑内 又称内庭四格 另有一称 名曰北四格 紫禁城 圆明林 壁蜀山庄 圣经行宫 这都是清朝血脉流通之处 修阁藏书理所当然 可江南地区距离京城 何止千里 既然如此 为何乾隆还要下令 修建南三格 南三格的选址 又有何讲究 南三格分别是位于 扬州天宁寺旁的文汇阁 镇江金山寺旁的文宗阁 以及杭州圣阴寺旁的文兰阁 三者以金杭运河为轴 在文华秀丽的中国江南地区 护城鸡脚 画下了一个端正的三角形 选择如此三处修建南三格 乾隆有着奋脉深眼的思虑 公元1645年4月 清兵在多多的率领下 分两路向南推进 直逼扬州 4月19日 扬州被清水路各军重围 首将石刻法统率军队坚守孤城 4月25日 弹性梁学城门大祸 石刻法自冷不肯被俘 惨遭杀害 清军攻占扬州后 纵兵屠戮 十日封刀 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的 几世繁华之地 独一师筑基 手足相枕 死难八十余万人 史称扬州十日 同年清军攻破加定 清将李承栋 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屠杀 血流成局 以上两事成为清军入关以来 最大的屠杀罪案 事后大清朝廷虽大家掩盖 真相却依旧如同流水 斩之不绝 一百多年后 深登地位的乾隆 面对四部全书时 很可能再次想起 这两场惨烈的江南之祸 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当然要在此地建合制书 以影响当地读书人的思想 另一方面 江南地区自古繁华 读书风气其盛 才子郡史辈出 清朝初年的几次文字域大案 均发生在江南 其中最有名的正是康熙初年的明史遗案 庄廷龙 浙江乌城县人 一心想学左秋名编写一部传世的史学著作 花千金购买明朝大学士朱同贞的明史遗稿 家有整编修补 又辩访江浙一代明史 列明参阅 以壮声色 明史一书叙述历史时 沿用南明的龙武 永历等年号 书中多次指责 清朝先祖的前世 触犯了清代帝王的忌讳 刊出后不久 便被罢官之县吴之鲁告发 时值康熙二年 悬业尚佑 辅政大臣敖拜主案 庄青龙被掘墓录施 家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进阶处斩 女子发配边疆 凡作序者 教阅者 刻书 卖书 藏书者 均被处死 受千年者数百人 另有一案被称之为南山极案 同样株连甚广 江南知识分子被迫害几重 连康熙自己都不得不显施承认 中原明事多塞美 江南烟枝半辽东 至乾隆一朝 清朝入关已久 再加上多年 减负安民 社会富裕 返生渐息 尽管如此 原本领袖文坛的江南一脉 却始终是乾隆的一块心碧 江浙这一代 这个数千年来 它这一区域 它始终是一个文化昌盛的地方 而是一个书乡 这个农历的地方 所以这个人 这个地区的书乡相对比较开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区域也是最难统治的 之前献书 江南一地贡献最大 但江南所献书中 亦多有对清朝不敬之言语 如何表彰江南献书者 如何威慑江南读书人 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来说 确实是一件不能不操心的大事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 乾隆皇帝宣布 江浙人文冤首 允以广部 以光文昭 下令再抄四部全书 共计三部 珍藏江南 1772年文汇阁开阁 1779年文宗阁面试 1782年文兰阁出建 南三阁与北四阁 从建筑模式藏出方法 均访到天一阁 例如在阁前修建人工池 蓄水防火 七阁的命名也极有讲究 不论文渊文源或是文汇文蓝 第二次均有水旁部首的拜 可是为什么唯有文宗阁的命名中 独带水旁呢 乾隆曾在文宿阁记中 这样谈到四库书阁的命名 若夫海原也 重水各有缘 而同归于海 四海为旗尾而飞圆 不知尾鱼何谢 则仍孕而为原 又说水之体用不适 文之体用 故独不如是乎 一番知乎者也 说的正是水能克火 以水欲文 不仅要为七阁防火 更要以文则事 远远由长 镇江的文宗阁在七阁中 却是一个艺术 不仅藏书楼前未见人工池 也是唯一一个命名中 不含水字不首的 对于这个背险蹊跷的命名 乾隆皇帝却从不做出解释 这也引发了后世的诸诸猜想 有学者认为 宗字原本应有三点水旁 做从 可两字发音并不一样 也找不到任何文宗 就是文从的记载 这一说法难免显得牵强 另有学者认为 明清时的金山 为江中益州 四面环水 因此不需要在命名上 化蛇天足 近代学者张银认为 文宗阁距离长江入海口最近 所谓宗字 玉江河朝宗于海之意 而另有一学说 则认为文宗阁的命名 要追溯到古今图书集成 由于呢就是说 这个种子没有水旁 就是社会上经常讲 就是感觉到有点奇怪 就是七色之种 其他的各都有水旁 为什么五十多种子没有水旁 那这个呢就是说 跟文宗阁呢就是说 追溯并没有常事故全数有怪 所以呢他的提名 就是从目前的这个 这个真样文史学者的研究的角度来讲 说认为呢 这个文宗阁的提名 首先呢是跟这个古今图书集成有关 那么他提名文宗 是对祖宗全数的一种尊重 公元1790年 乾隆55年 分别送往南三阁的三份四库全书 完成了最后的装针与注藏 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 书页用太史颜纸抄写 史幅较北四阁藏书开本较小 书衣装潢也有不仁 每册前夜均为 古兮天子之宝字样 后夜夜 乾隆御览之宝 已是乃皇帝心头之号 极致珍贵 故被世人称为 东南归宝 北四阁文渊文园文金文宿 南三阁文宗文汇文蓝 均已告成 各藏一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工程 启动于乾隆三十七年 完成于乾隆五十五年 自皇帝以下经千万人 经十八载光阴 终于大功告成 自此 七座书阁如同北斗七星 镶嵌在中国 化越南北的广袤大地之上 帝国的威严 帝王的风范 终于到达最高的巅峰 七阁祭出 四库全书的大事业 却并未画上句号 还有一桩费时费事的大功夫 那便是七阁藏书的管理 内庭四阁 也就是北四阁 均建于皇家藏书楼之中 管理人员由中央任命 南三阁则分别由 两淮江浙两地的严正部门管理 管延的官员来管理藏书楼 这在后世之人看来 同样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做法 研证实际上是重要的一个 研误方面的官方的机构 特别负责这个税收这一块 因此两环研证应该讲是很有禁忌设立的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文宗阁的修建 来自于文汇阁的修建 这个前隆皇家就叫他负责 这个两个的经费的策建 以及这个两个的人员的管理 文宗文汇两阁最初就是由两淮严正出资兴建的 之后还负责了文宗文汇阁两份四库全书的全部装真备用 因此负责管理文宗文汇两阁的人员都必须通过两淮严正的提名 而七阁的书架书侠也都有统一的要求 北四阁的书架书侠由古英殿统一建造 南三阁则严格遵照古英殿统一制下的标准格式 照样办理以保证七阁式样的整齐化一 南木是一种生长在亚热带的桥木 它的生长周期长达数百年 之所以选择南木作为储存书架来保存四库全书 主要是因为它有四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是它的耐含性比较好 第二个是它的耐腐蚀性比较高 第三个它具有极好的防虫性 第四个是因为南木不容易变形 因此选择南木储存贵重的物品或者是书籍 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除了研习古人传下来的存书经验 四库七阁在图书的分类管理上也制定了一套堪比现代图书馆的分类藏书制度 作为一部卷制好凡的存书 入藏和检索都是大备考清之事 为了简化这个过程 总壮官纪云与永隆等编转人员 专门撰写了一本四库全书总 四库分类法是中国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图书分类法 它是一个对中国的传统的学术而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综扩 对中国传统的典籍 对他们的学术价值 对他们的流传 对他们的作者等等 从方方面面进行了比较周详的考证 对他们的价值进行了全面的一个评估 所以说这个是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部很重要的典籍 四库全书共分经 史 史及四大类 分别收藏于书格的不同区域 济云在这四类之下又划分了若干奖类 分别进行了编号整理 每一个书架上的书侠表面 都注明书价内存放图书的分类检索及编号 而所有书架均刻有四库全书某部地底价 这样一来如果需要查找一本图书 只要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供的分类检索信息 以及每座四库藏书额的分价图 便能迅速找到想要阅览的书籍 例如这本儒家经典《论语正义》 按照经过三十五类 四书类仪第三项的目录 阅书者就能够非常方便地找到它 如此周到细致的分类检索法 在那时的中国 堪称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智慧成就 这也为中国后世的图书馆管理奠定基础 公元一七八四年二月乾隆下旨 要求将江浙文宗文会文栏三格图书 向江浙图书人开发 允许当地读者领出传钞 乾隆五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七九零年五月 乾隆皇帝再次加发预臣 除了重申南三格要为读书人入格读书提供建议外 更专门告诫三格的主管部门 要严格执行方便读书人就近阅读 和允许借出抄诺的规则 从此以后原本单位皇族服务的皇家藏租楼大开方便之谜 成为阅读经典学著的徒弟和天下爵子期目中的知识圣殿 由于允许读书人在南三格借书抄路 抄路者寓意增多 传抄隔本这种崭新的图书形式逐渐流传开来 四库全书的再抄本通过这种形式渐渐流向空间 乾隆皇帝教化天下的宏愿亦得以实现 人生哥们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向社会开放 一般来讲作为皇家的长寿主 他是不对外开放的 因此南三格他的性质的变化 像社会开放来讲具有极致的意义 当时能够到南三格去看书的人 主要还是当时的一些官吏 还有一些读书人知识分子 只有这些人才能够进南三格去看书 尽管如此南三格仍旧只能说是中国图书馆的雏形 与真正的图书馆之间的距离仍不止离许 在这个开放的程度上 公共图书馆显然要比我们讲的南三格 要对寿终更多 发挥的社会影响更大 同时在管理制度上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差距 特别是在这个都在这个受众的成分上 那么公共图书馆来讲呢 他就不出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纸箱上 就是凡是愿意进图书馆的 这个广大的市民不可以进图书馆 尽管乾隆在四库全书上的修订编撰 与存住上费尽心机 耗资亦极为巨大 但客观来讲 总量只有七部 且只有三格向公众开放的四库全书 在传播上的效果相当有限 同一时期 1772年 法国人狄德罗出版了28卷百科全书 与乾隆皇帝亲定的四库全书相比 百科全书是一部由知识分子自主发起的丛书 副主编达朗贝尔称他为 一部介绍人类知识分类体系 及其关联的百科全书 一部包括各门科学 艺术和手工业的综合性字典 除了狄德罗之外 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大学者福尔泰 卢梭等人都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写 对于这套与四库全书颇有相似之处的著作 狄德罗不乏乾隆士的骄傲与自豪 他这样说道 我们的荣耀就寄托在这部著作中 后代人将会做出判断 果不其然 百科全书迅速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宠儿 这本当时的超级畅销书 造就了一场关于书房的大语 别说读书人 就连《明院书女》也都已在枕头边放上一本百科全书而自傲 凭借着印刷术的普及 史发行于1751年的百科全书几乎走入了每一个欧洲人的书房 它被公认为是发生于18世纪欧洲的思想启动运动的导师 不仅美国爆发了独立抗密 而在它的故里 被波华王朝统治着的法韩西爆发了伟大的法国大抗密 另一方面 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在1764年发明了珍妮法杀机 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 1778年 瓦特成功研发蒸汽机 西方工业从此走向机械化 18世纪末 这一系列伟大的变革 使得原本落后于中国的西欧与北美的社会体制迅速改变 社会生产水平与思想也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 这一切不能不说 与极重自然科学与哲学 且流传极广的思想启蒙巨著百科全书 拥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反观四库全书 最尊儒家经典 极清科技著作 在乾隆看来 西方现代科学技术 堪称异端之游 应该截取其技能 尽传其学术 除了农家 医家 天文算法等少量科技著作之外 一般科技著作 盖部收录 而拥有民主色彩 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 戏曲 通俗小说 更一概排斥 四库全书 固然有守护旧文化的功 却也有扼杀新文明的过路 此时此刻 十九世纪的大浪潮 很快就要席卷而来 清朝所处的这个大时代 即将迎来巨大而不可阻挡的变化 乾隆皇帝 丹经节律造就的四库全书 北四阁 南三阁 以及他一心一意维护的 这个庞大帝国 已渐渐笼罩在 愈发深重的阴影之中 干嘛 三阁 就不吝点了 这一堆 这一堆 不吝点了